中国因为跟美国关系不好 所以要慢慢的把他们的猫熊给收回来了 OK这对美国人或许是个大新闻 震惊的消息 但没猫熊就没猫熊又怎么样了 anyway大家好我是Paul 周围到周围英文起度 我们来就看一下这个报道 在报道一些什么东西 标题就是他标题直接问一个问题 Why is China taking back its giant pandas from the US and other countries OK所以为什么中国正在 而且不是美国而已 就是世界各地慢慢的把他们这些大猫熊给收回来 OK giant pandas OK所以他们本来这些猫熊是借出去给你的 所以他这个状况就是on loan loan这个字就有带款之类的意思 so if something is on loan 就这个东西是借给你的 所以借息是on这样子 OK So China is collecting its giant pandas on loan to zoos in the US and other countries in what foreign policy analysts say is a possible change in its approach to panda diplomacy 所以中国在这样一个状态下 什么状态呢 所以有这么一个借息是in 在什么状态下 那这个状态就是很多的这个 外交政策分析家所说呢 这个状态就是这可能是他们对于panda diplomacy的一个方式的改变 所以什么叫panda diplomacy diplomacy就是外交 所以他这就是一个猫熊外交 用这个来跟人家有就是it shows goodwill ok goodwill 所以这个词只要看一下goodwill 我们讲有时候把它翻译成就是清善良善这样子 所以我们讲很多学校都会有什么清善大使什么干嘛 我们就称那个叫做goodwill ambassador之类的这样 所以goodwill这样的一个词应该没问题 好所以这些panda都是on loan to各个地方的zoos 所以to后面接了一个zoos就是动物园 so collecting the giant pandas on loan to zoos around the world 大概是这样 你看好 然后下面就开始列了一些总共几只啊 所以华盛顿那边有三只啦 那而且是在这个december的时候 就大概就要收回去了 那他们本来都有一个agreement 那那个agreement就要过期了 过期就是expire so three pandas at the national zoo in washington dc are scheduled to return to china by december 7th as their loan agreement expires 那还有四只在亚特兰达 four pandas at zoo atlanta are due to leave next year if a new deal isn't signed 所以要是没有签一个新的合约的话 那这个minion四只就要送回去 britain will lose its last two pandas in december 英国要失去最后两只panda 而这个australia minion要是没有的话 也是一样就没panda 好啦 甚至在19年 在memphis跟sandiego的zoo就已经被收回去了 所以那已经是四年前的事情了 所以美国呢 他们就即将面临的一个状况就是从1972年开始 首次整个美国没有一只猫熊 所以那还蛮厉害的 所以他们从1972年开始就一直都有猫熊 都是可能从中国借来的就是了 我觉得这也 这真的很有趣耶 所以中国一直一来 你看法国人 搞了一个自由女神像出来 然后就是送给美国 美国就把他放在纽约 虽然说这不是活的 但我相信自由女神像的价值 应该是比一只猫熊还要贵吧 虽然说生命的价值是没有办法用金钱衡量的 可是你要 你还是可以用金钱的方式来算出 你要繁衍出一只猫熊 大概多少钱吧 我觉得 所以自由女神像送给你 但是中国就是 对全世界应该都是借出去的 所以中国是没有在送猫熊的 拍谁这不是礼物 OK 我们任何一只出去的猫熊 都是有可能要还回来的这样 大概是这个概念 那我也就好奇了 如果这个送去的猫熊 生出了小猫熊 那还是归中国的吗 可能吧 否则也不会发生现在的状况 就1972年 首次要面临全国没猫熊 这都要读一下 所以 So there are currently no agreements to replace any of them per the post 这个per the post就是 因为这是华盛顿邮报先报的 所以这个per就有点根据 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 没有任何的 agreement 要来去取代这些猫熊 所以拿回去就拿回去了 So without an extension the united states faces the prospect of having no giant pandas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1972 所以美国面对了这么一个前景 愿景 面对的这个前景就是没有猫熊 自从72年开始 首次没有猫熊 faces the prospect of having no giant pandas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1972 OK 那下面就有说 主要原因可能就是因为中国跟西方 他们的关系有一点恶化 所以这里恶化用的字就是 托弗亚斯还蛮常出现看到的字 你非会不可 叫做deteriorate deteriorate 念起来都不是很好念 这段读一下 So Beijing has grown increasingly frustrated with how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have deteriorated in recent years OK 所以近几年 关系恶化了 那中国呢 就慢慢的越来越不太开心 China has grown increasingly frustrated 越来越 frustrated OK 好 所以就把他收回来了 不接你了 那中国 就猫熊一直是一个 中国很能够辨识出的一个象征 所以他这里象征用的词叫做emblem emblem也有徽章或之类的意思 所以这段我也读一下 所以到底什么是猫熊的外交呢 Pandas are one of the most recognizable emblems of China in a source of soft power 所以他是软实力的一部分 中国最能够辨识出的emblem其中之一 你说还有什么其他的 I don't know 茅台酒 maybe 还有什么小红书 TikTok 但那些不是实体的东西 或许是 Panda是其中一个 one of the most recognizable 最能够辨识出来的emblems of China OK 好 所以 只要能够借出去 那就是 就代表了优移 这里出现这个 Goodwill 我刚才说 我其实没有先看这个报道 我有一点懒 我也把这段再读一下好了 Panda Diplomacy referes to the practice of Chinese government gifting or longing giant pandas to other countries as a symbol of friendship goodwill or to strengthen diplomatic relations 所以 好 那这是我误解了 我刚刚说 不会当礼物送 这里看起来是有的 因为他这里有用了 gifting这个字 或者的确是lone的 听起来就是 对美国都是lone的 对美国人永远保持 怀疑的状态 所以不送 那可能其他世界的国家 有被中国送过猫熊 也不一定 那我这里 我就不晓得到底有没有了 OK 他说有gifting 那gifting应该就是 不会要回来的 所以就代表了 友谊 friendship 代表了goodwill goodwill就是刚刚说的 亲善的感觉 这样子 两边有的 有好意 有好感 goodwill OK 好 所以 那也是这样了 我们台湾有没有猫熊 我都不知道 我们那个木炸动物园 还是什么动物园 有没有猫熊在养着 是不是也是中国送过我们的 还是是 啊团团圆圆 我想起来的 对不对 有没有生小团团小圆圆 我也搞不清楚 但不管了 我大概也没计划去看这些 就算有的话 虽然说 虽然说我看很多YouTube影片 或者看那些短影音 我越来越喜欢看 猫跟狗的影片 就看就是觉得很舒压 我相信很多人也是一样 所以如果你想要成为一个 influencer的话 你就从猫猫狗影片下手 不管你就用偷的或干嘛 你就拿来post在你的账号里面 那你可能就可以增加你的追踪数了 我想是 这个怎么会扯到这里来 但anyway 好了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